我们亲爱的馆长老 各位主内的长辈们弟兄姐妹们 大家晚上平安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荣幸的机会 能够在我们的国庆日 然后我们封主的名我们积极 然后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的这个的信息 我想请问大家几个问题 刚才大家是怎么样进来的 我的意思是你从哪里进来的 从大门进来的 有人从后门进来的吗 没有 从大门进来的 谁开的门 谁开的门 同工哪一位同工 有在吗 有 同工你是怎么样开门的 用锁实 至少我们的这个的教会 我们是用锁实 有些地方 可能你的家里面是用那个数码的锁 用锁实 好 各位现在我们非常的放心 我们非常的安心 我们非常的欢喜快乐 在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 我们封主的名一起敬拜 一起唱诗 一起祷告 然后有奉献 我们享受彼此的同在 我们也庆贺上帝的同在 为什么你这么放心呢 我的意思 为什么你这么放心 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面 来聚会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场所 它的这个的结构很安全 这个结构很安全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这些的柱子 在那边 一个的建筑物 它最重要的一个的结构 支撑着整个建筑物的结构 就是这些的柱子 好 各位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就用这三样东西 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断的出现 我们非常熟悉的 就是这个的钥匙 这个的门 还有这些的柱子 我们来思考 主耶稣写信给这个 飞了铁飞的这个的教会 主耶稣对这个的教会 有什么信义呢 主耶稣把什么的责任 交托给这个教会呢 同样的今天 我们在这边聚会 我们积极在一起 我们就是教会 今天主耶稣对我们 有什么信义 主耶稣把什么的使命 交托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亲和你的同在 因为当你临在的时候 你的荣光照耀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伤痛 我们的忧虑 我们身体上的暖络 都被完全的挪去 都被完全的抑制 以至于我们可以很自由的 正如今天我们在 清足我们国家的 这个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享受那个自由 因为圣经说 当我们进入真理里面的时候 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 特别是在真理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释放我们 主耶稣用祂的宝血 已经洁净我们 让我们从死亡的 这个的恐惧当中 让我们对罪恶的 这种捆绑当中 能够完全的释放 以至于我们可以 很自由的来宣告 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要来诵读圣经 我们要来聆听的时候 求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的经文呢 是取之于这个启示录 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 让我们奉主的名 我们就打开主的话语 来看看 当年耶稣向之间教会所说的话 今天耶稣也跟我们说同样的话 这段经文相当的长 或者是说不短 因此呢 我不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就把它分三段来读 让我们来读第一段 第一段呢 第一段呢 就是在第七节 各位请你打开这个启示录 第三章第七节 第七节 主耶稣这么说 他就吩咐他的这个的使徒约翰 他说呢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节 证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缩 等等 等一下我们继续读下去 我们先来看这 第七节 各位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走这个启示录 期间教会的这个旅程呢 已经来到了第六节了 当我们看这个的地图的时候 你也已经相当的熟悉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这个释放格 把它放大的话 我们就看到当时 耶稣教约翰写信给的 这七节教会的一个的所在 我们那时从以福所开始 我们进入斯美纳 别加摩 推呀推拉 杀敌 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二节 费拉铁飞 费拉铁飞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呢 费拉铁飞的教会又是怎样的一个的教会呢 刚才我们读了第七节 耶稣他就这样来称呼他自己 他说我啊 我就是那个圣洁的 我就是那个真实的 我就是那个拿着大卫的钥匙 当我开了那个门呢 没有人可以把它关上 当我关了那个门呢 没有任何的权柄 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把那个门打开 在一开始的这一节里面 主耶稣就向着这个费拉铁飞的弟兄姐妹呢 来宣示或者展示他的这个权柄 为什么耶稣要向这个教会来展示他的权柄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那个的处境是怎样 哎呀我们好几堂前 我们不断的在重复 当这个启示录写的那个的时代 到底是怎样的时代 我不打算再长篇大论了 我只用两三句话就说一说 那个时候是教会大受逼迫的一个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这个皇帝 罗马皇帝叫做多米田的 他就是一直在逼迫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不承认 罗马皇帝是主 基督徒却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基督徒不愿意归拜这个的皇帝 基督徒不愿意献祭给这个的皇帝 因此就成为逼迫追杀 瞎间牢折磨 充公家产的这个的对象 我相信这个费拉铁飞的教会 也不能够例外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 而且呢不单只遭受到这个政府的罗马政府的这个的逼迫 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 第九节是什么说的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是说谎话的 原来他们不单只是受到这个官方政府的这个的逼迫 连本地都有一半的这些的犹太人 在逼迫他们 而不单只如此 我们再参考第八节 第八节耶稣说呢 我知道你略有一点的力量 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弱小的教会 连耶稣也说了 哎呀我知道 我知道你弱小 你只有一点点的那个的力量 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呢 这个这么弱小的一个的教会 而他外在的环境 那种攻击的那种的力量 却是那么的一个的强烈 那么的强大 教会似乎是处在一个绝对的弱势里面 教会似乎是不堪一击 教会似乎是注定失败的 一个这样弱小的教会 只有一点点力量的教会 怎么样跟强大的罗马帝国来对抗呢 怎么样跟本地这些的撒旦议会的犹太人来对抗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主耶稣在给他们这封信的一开始呢 就这么说 主耶稣用三个称呼来介绍自己 第一他说我是圣洁的 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理解圣洁 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 圣洁就是很后利的 没有犯罪的 没有不好的念头的 没有不好的行为的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在圣经里面 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 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圣洁的 因此你们要圣洁 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开来 当这个旧约里面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迦南地 流奶与蜜之地 同时也是进入一个满天神佛 拜很多偶像的一个地方里面 所以上帝就说我是圣洁的 意思说我跟这些偶像是不一样的 是分开来的 这些偶像有口不能讲话 有手不能动 有耳朵不能听 而我 上帝说我也和上帝 是跟这些偶像分开来的 我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 独一的上帝 并且是拯救公义保护的一个的上帝 耶稣在这边就说我是分开来的 我跟其他的神明 我跟其他的偶像是不一样的 第二耶稣说我是真实的 什么意思呢 真实原来的意思我是真宗的 我不是猫牌货来的 我不是仿制品 我不是A货 我就是那个货真价实的 那一个独一的神 因此当圣洁还有这个真实 用在耶稣的时候 真表明耶稣就是那个真理的本体 这让我们想回 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曾经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因此耶稣作为这个的道 耶稣作为这个真理 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其他的东西去批判他 去衡量他 去验证他 他到底对不会反倒这个真理的本体 这个圣洁的这个的真实的 这个耶稣呢 却是试验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标准 请你看看手表现在几点 我的手表是8点46分 我保证大家 今天我的分享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各位 我们的手表8点46分 它是根据什么呢 哎呀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 我带我的孩子去伦敦那边去旅游 在伦敦附近呢 坐船啊 哇很写意很高兴啊 去到附近一个地方叫做Greenwich 为什么要带他们去Greenwich呢 Greenwich那边有一个 这个叫做皇家天文台 这个皇家天文台呢 外面就有这个钟 各位全世界的时间呢 都是根据这个钟的 在这边呢 你有时看地图 或者有时 比如说你订机票 特别是那些 international flight 要飞很远的 你有时会看到这几个字的 GMT GMT是什么意思呢 GMT是Greenwich Main Time 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时间 是GMT加8 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这个钟 再加8个小时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时间 各位 这个钟 它的时间 是全世界的参考 你说我不要跟这个钟 我有我自己的时间 就乱了 各位 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时间呢 这个对特别是航空 是非常的重要的 亲自呢 你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时间 这样买机票 要预算去到目的地 那个时间乱到完 更危险的事 如果这个飞机的飞机说 我有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下面的那个control 说我也有我的自己的时间 哇 那个大乱是大灾难来的 不是开玩笑 而且在这一个的皇家天文台外面呢 就是在这边呢 还有呢 长度的一个的标准 全世界的长度 你说我的一公尺是多长呢 我自己 我的一公尺是这样 但是呢 全世界的一公尺呢 是根据这个标准 如果你有你的标准 我有我的标准 那边有那边的标准 全世界就乱了 因此呢 就是在1884年 在华盛顿就开了一个会议 全世界就以这个Greenwich这边的 这个线呢 还有这个时间呢 来做一个的标准 所以那边有一条线 各位呢 我这两个女儿 一个站在这条线的这边 一个站在这条线的这边 其实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女儿在东半球 一个女儿在西半球 这条线就分开我们的地球 东边和西边了 然后这条线呢 就是在算了 刚才讲的GMT 加1加2加3 或者减1减2减3 就是以这条线来 作为一个的衡量 如果今天我们去了 我们站在上面 我们的左脚站在这边 我们的右脚站在这边 我们就是站在东西半球的中间 各位我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耶稣是一切的标准 主耶稣决定对跟错 主耶稣决定生跟死 主耶稣分开什么是光 什么是黑暗 主耶稣分开什么是祝福 什么是灾祸 而且这个唯一的标准 现在他说 我拿了大卫的钥匙 我拿了大卫的钥匙 开了不能关 关了不能开 这当我们想起 这个的启示录的第一章前面 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 耶稣说我手上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意思说呢 好像看起来很多基督徒在当时被杀害了 当时被逼迫了 但是耶稣说决定生死的 不是那个罗马帝国 不是那个罗马皇帝 不是这些的军官 不是那些不害教会的人 我才是那个决定生死的 因为我手上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我死过了 但是我现在存活 而且我活到永永远远 各位 当圣经的话这样来讲的时候 也当我们真正去明白当中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才狂然大悟 我们心里面大得安慰 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 这个落小的教会 听到这些的时候 心中是多么的安慰 原来耶稣才是那个决定一切的权柄 大卫的钥匙 按照圣经里面的传统 这个就是一种完全的权柄 这个权柄超越世上所有的政府的权柄 这个权柄超越灵界里面 那些黑暗的势力 这个权柄超过那些 一直用谎言恐吓 来挟制来捆绑 人的那个的撒旦的一个的力量 而这个复活的耶稣 像当年也在今天向我们展示 当他复活之后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吃给了我 各位今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 今天当我们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仰望这个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这个的耶稣 他才是那个圣洁 真实并且能够回应我们的那个的神 第二 请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耶稣就在这边讲了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原来的意思是 你的力量很微小 你遵守我的道 没有拒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没有人能够关的 撒旦议会的支撑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来在你脚前下麦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 耶稣说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补天下人受思念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 各位我们来到第二个 就是门 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 看啊 我在你面前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 我手上拿着这个钥匙 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 而且我这个打开的门呢 是为你而打开的 我们就来思考 这个到底是 这个门是什么意思 在使徒新传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曾经都提到这样的门 我们来快快地看几节的经文 这个使徒新传第14章第27节 这里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向着外邦世界去宣教 然后当他宣教 建立了教会很多外邦人 非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 他回来了 他的母会 他的mother church 就向他们报告 他说呢 圣经这么说 到了那里呢 他就召集了弟兄姐妹 就诉说神借他们 他们是谁呢 就是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 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还有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这里是 这个地图是保罗第二次宣教 这个第二次宣教有一个很里程碑式的 很关键的一个的时刻 就是当来到特罗亚的时候 当来到特罗亚 保罗就在异乡当中看到 有一个马其顿人 马其顿是在哪里呢 马其顿就在这个特罗亚的对面这边 马其顿人说 你过来帮助我们 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本来保罗不是要来特罗亚这个地方的 而是圣灵带领他来到特罗亚 就因为看到了这个的异象 保罗就把福音从亚洲特罗亚 带到去欧洲 我们就后来就看到 在欧洲里面 他建立了菲利比 贴萨罗尼加 还有哥林多 这些的教会 所以当保罗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节 他这么说 我从前为基督复印的缘故 到了特罗亚 主给我打开了门 第三处的经文 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一个的服事 以弗所 我们启示录七教会的七个的书信 第一封就是以弗所的书信了 我们讲了很详细的 我就不再重提了 总之在这个以弗所里面 你看保罗说 我仍要住在以弗所 直到五神节 因为在以弗所 这个是敬拜那个亚迪米 很邪恶的这个神的大本营 我们讲过了 那个神庙 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我们讲过了 那个神庙 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建筑物 我们讲过了 那个神庙里面 有两千个妓女 在那边 是一个非常淫乱 非常邪恶的 一个偶像的崇拜 但是保罗却说 在那边有宽大 又有供效的门 为我打开 你知道在以弗所 当福音 接着保罗 去到那边的时候 产生怎么样一个果效吗 在这样的一个 敬拜偶像的大本营里面 后来那些招偶像的人 没有生意了 就在那边吵了 这个是一件发生在以弗所的事情 为什么会没有生意了呢 因为很多人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不再拜偶像 就没有买那个偶像 他们就没有生意了 所以你看 又宽大 又有供效的门 打开 后来保罗请求 哥罗西教会 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 开这个传道的门 所以各位 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当启示录 刚才我们读的 耶稣说 我打开了一个的门 这个肯定 就是一个传福音 一个宣教的门 住在非拉铁飞 这些是信徒 他们对敞开的门的 这个含义呢 有一个非常贴身的 一个的体会 原来呢 非拉铁飞这个城市 当初建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带着一个使命的 这个城市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呢 要用这个城市呢 向内陆 你看那些的尖头 向内陆来传扬希腊的文化 的一个的城市 这个非拉铁飞 非常成功的扮演了 他这个向外邦世界 或者向内陆里面 传或者宣扬希腊文化 希腊的哲学 希腊的生活方式 希腊的宗教 他非常成功 以至于到了耶稣的时代 周围的地方呢 不再懂得自己的母语 而只会这个希腊的文化 和希腊的语言 他非常成功 所以耶稣就用了 这样的一个的出景呢 现在告诉这个非拉铁飞 里面的弟兄姐妹 现在呢 不是向里面 或者这个内陆 去传宣扬希腊文化 而是去传耶稣基督爱世人 为世人钉十字架 拯救世人的这个的福音 耶稣说 看啊 我在你面前 开了一个宣教的门 讲到这边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会不会说 主耶稣啊 你会不会太高股了我们啊 如果当时我们是 非拉铁飞教会的一分子 耶稣啊 你会不会是太高股了我们 我们是一间落小的教会啊 我们除了人力 财力都不足 我们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啊 看啊耶稣 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啊 你还要交给我们一个这么重大的任务吗 谁说耶稣不知道 非拉铁飞的状况呢 他完全知道 你看在第八节他就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落小 你只有一点点力量 但是 你遵守我的道 你没有拒绝我的名 的确啊 非拉铁飞教会 只有一点点力量 各位 他在启示录七教会里面 也是最年轻的 或者是 历史追不久的 一间的教会 但是 当耶稣说 我知道你 只有一点点力量 这个一点点力量 是什么力量呢 这个一点点力量 就是坚守主道的力量 这个一点点力量 就是承认主的名 就是在艰难的环境 逼不我们 你要信耶稣 还是你要弃绝耶稣 我们站立的我们说 无论是生是死 我还是坚持信耶稣 的那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 即使遭受到逼迫 也不退缩的力量 耶稣说 这就够了各位 这就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坚守主名的力量吗 你有在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朋友当中 承认耶稣的名的 那种力量吗 如果有一天 我们遭受到一些的困难 迫害 我们有那种 信靠主的力量吗 如果有 这就够了 这就非常够了 主耶稣今天同样 把传福音 跟宣教的责任 交给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打开 宣教的门 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 第三点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十三节 耶稣说 得圣的 我要叫他在我的上帝的殿中做住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要将我上帝的名 我上帝臣的名 就是那天上 从我上帝那边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的上面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如果说那个的钥匙 是主耶稣向这个 落小的教会展示 他那个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的一个的象征 如果说那个的门 是主耶稣为我们打开的 那个宣教传福音的门 现在耶稣说 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些呢 我给你奖赏 我给你应许 就是在上帝的殿里面 做这个的住子 做住子 是什么意思呢 在启述路的七个教会里面 非拉铁非教会是最落小的 但是我们却发现 主耶稣给他的这个的奖赏 却是最多的 上帝说 在神的殿里面做住子 而且不再从这边走出去了 这个住子上面呢 有三个名字 一个就是上帝的名字 一个就是耶稣的名字 一个就是将来新天新地 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名字 在那边 做住子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非拉铁非是处在这个地震区 常常遭受到地震的灾害 有这些的历史的记录 白纸黑字 在耶稣的时代 大概是祖后第17年 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在那一带 这个大地震一共摧毁了 那一带的十二座的城市 包括我们曾经走过的 那个叫沙迪的城市 而这个的非拉铁非 就是遭受到最大的一个毁灭 最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就处在那个地震的中央 而且当地震过后 这个非拉铁非是恢复 重建的最慢的一座的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靠近地震的中央 这个地震过后 还不断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余震 以至于呢 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呢 那场生活大受影响 那个白纸黑字的记录 是这么说的 没有一幅墙是安全的 他们每天都受枕栋和破裂 当地的人每天都提心吊胆 惊慌度热 因此呢 城里面的居民呢 慢慢的减少 大部分的居民 宁愿住在城外 而且在城外只敢用那些草啊 小树枝来搭一些很简陋的一些的屋子而已 因为地震 即使这个在岛 也没有带来多大的伤害 白天呢 居民回到城里面 过生活 做生意等等 但是呢 每次一发生这个的余震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惊慌 急忙要从这个建筑屋里面逃掉 因为没有一幅墙是稳固的 没有一幅墙是安全的 各位这种无时无刻 担惊受怕的这种的生活呢 真的是成为非那铁非人的一个的 窥之不去的一个的噩梦 但是 但是现在主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处景里面 主耶稣应许那些得胜的人呢 那些能够坚守主名的人 那些能够承认主的名的人 那些能够完成 耶稣托付给教会传福音 宣教使命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呢 他说在神的殿中做住子 而且还加了一句 逼不从那边出去 原来那个意思就是说 有神的同在 圣殿嘛 有神的同在 真的是安全牢靠的无比 是一个世界上全宇宙 甚至是最安全的一个的安全的保障 以至于他们必不从那边出去 不必再逃命了 想象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 一有地震他们就快点跑掉 从这个建筑物里面跑走 现在在上帝的这个同在 上帝的圣殿里面做住子 是非常的安全 不必再过那种 担惊受怕的那种的生活 主能够保守我们 永远在他的安稳和保护里面 各位让我们注意 当提到这个赏赐的时候 单单短短的一节经文 第十二节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大家 把圣经打开的缘故 单单在第十二节 耶稣讲了四次我的神 意思说给的这些的应许 是从上帝那边来的 上帝必定保证 每一个的应许都要兑现 有神的名字 有主耶稣的名字 有新耶路撒冷的名字 写在我们这些得胜者 做住子的上面 就好像上帝签名在上面 我一定使到这个的应许 这个的赏赐 赐给这些的得胜的人 好 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你看到的这个的照片是 去年我带了一班的弟兄姐妹 就来到费那铁飞 这个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大教堂的遗迹 是啊 因为地震 因为打仗 这个大教堂已经没有 但是你看它的柱子 这个是它的柱子来的 这个巨大的柱子 就是在诉说 就是在诉说 那种在神的里面的 那种的牢靠 在神里面的那种的平安 在神里面的那种的安稳 我们做两点的一个的回应 今天我们怎么样定义 一间成功的教会呢 我们怎么样define 一间蒙神许悦的教会吗 怎么样呢 是用人数吗 哇 很多人 是用我们很多的施工吗 是用我们有很坚固 很丰厚的一个的财物 是用很堂皇美丽的建筑物吗 是用我们有最先进的设备吗 我们有最好的传道人吗 各位我们怎么样看 我们的教会 还是我们很在意 别人怎么样看 我们的教会 其实我们最应该在意的呢 是耶稣怎么样看 我们的教会 在私人眼中 非拉铁非教会是 很落小的教会 好像就是轻轻的一推 他就要倒了 他面对很强烈的攻击 但是在启示录的七教会里面 有两间教会 耶稣称赞 没有责备的 其他一些教会 耶稣有称赞也有责备 有一间教会 就是接着下一次我们会讲的 耶稣骂他们骂到够利 没有称赞 只有两间教会 耶稣只称赞 没有责备的 一间就是我们走过了的 斯美纳教会 第二间就是 非拉铁非教会 这么落小的教会 得到耶稣的称赞 今天耶稣也为我们打开了 宣教传福音的门了 我们愿意去回应耶稣 成为耶稣眼中 那个喜悦的教会 上帝很喜悦的一个教会 第二点 各位宣教的门呢 是为所有的信徒打开的 不只是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不只是为了我们教会的领袖 不只是为了一些 信耶稣信了很久的人 你看这段经文最后是讲什么 其实七间教会 每一封书信最后都是这么讲的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因为这个是圣灵像 宣教会所说的 是 是给以福所的教会的 是是给斯美纳教会的 是给萨迪教会的 是给菲拉铁非教会的 但是也同时是给宣教会的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不是指导这个建筑物 教会是指导我们丰主的名 聚集在一起的你跟我 菲拉铁非教会很弱小吗 在私人眼中的确是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吗 正因为他很忠心地回应 耶稣的托付 因为他很忠心地去旅行 传福音的使命 在中世纪的时候 当这个土耳其人 横扫整个亚洲的西部 和欧洲的时候 这个菲拉铁非 这个看起来很弱小的教会 是在当时基督教 最后的一个堡垒来的 直到今天 在那里依然有数千名的信徒 为耶稣在那边做见证 什么是弱小 什么是强大 什么是我们人为的安全感 什么是在神的店中 做这个柱子 有神的保护和同在 所以盼盼我们教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这样的忠心地 去回应耶稣的护照 正如我今天的这个讲题 机会就在前面了 门已经打开了 让我们一起挑起这个的使命 现在我们明天就进入9月了 2024年只剩下4个月 剩下25% 好不好就趁这4个月里面 我们立定心着 我们在4个月里面 至少带2个人来教会好吗 2个 当然你可以带4个更好 但是2个 我们 你说我很弱小 我不能 我没有口才等等 看看费拉铁非教会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实在是没有可夸的 当我们看到费拉铁非教会 他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 困难的出景里面的时候 你却说为他们 开了宣教传福音的门 也就是这个 复活的耶稣 手掌拿着大卫的钥匙 把这个宣教的门打开 并且应许说 那些得胜的将会在 神的圣殿里面 做这个的柱子 有完全的保障 有完全的安全 有神完全的一个 同在跟祝福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 把这样的一个 信心 意向 力量 赐给我们 也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宣教 传福音的教会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给上帝 乐乐的掌声 也很好 信息 很重要 阿们 神不是看家会的大小 是看我们的中心 阿们 阿们 是看我们没有尾身 阿们 我们站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也要请这经白赞美团 来为我们唱这首歌 哈利利亚,你什么需要上前来我们讲言,为我们祷告。